贝多芬·Ladwig van Beethoven 听力损失对他的音乐和个人生活的影响 贝多芬是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 但他的生涯却受到了听力损失的困扰 他于20岁左右开始出现听力问题 到了40岁时几乎完全失聪 然而,这种听力损失对他的音乐与个人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贝多芬的听力损失 迫使他放弃了担任钢琴家和指挥家的职业生涯 然而,这个困境并未阻碍他的音乐创作 他转而集中专注于作曲 并通过内心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创意 他的作品别具特色,融入了更多的情感和深度 他的音乐成为了具有革命性的艺术表达 对后视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贝多芬的听力损失对他的个人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他变得更加孤独和内向,并与外界越来越隔绝 然而,他的听力困境也激发了他对音乐的热情和毅力 他不断努力地去创作音乐并坚持追求自己的艺术理念 他的音乐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柱 令他在逆境中找到了力量和安慰 贝多芬被称为浪漫主义音乐的奠接人之一 他的听力损失对他的作曲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将自己的感受和情感融入了作品中 使其更加丰富和感人 他的音乐充满了战胜困难和追求自由的精神 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代表之一 总之,贝多芬的听力损失 无疑对他的音乐和个人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他坚持了自己的艺术追求 并成为了一位传奇的音乐家 他的音乐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偶像和艺术范本 他的听力损失让他更加坚定地探索音乐的奥秘 并将其转化为深情,震撼人心的音乐作品 在他的音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生命的热爱 对自由的追求和对人性的探索 他的音乐超越了时空的限制 直触我们的心灵,令人永生难忘 贝多芬的听力损失给了他的音乐添加了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他的作品不仅是音乐的杰作 也是对人类情感和精神的探索 他通过音乐向世人传达了他自己的故事 也启发了无数音乐家和观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